台北市場柯文哲天還沒亮 就到第一果菜市場拜早年 攤販熱絡程度不若一望 身旁有許多專員陪同 卻不見北農公司總經理韓國瑜的身影 半夜我們就到市場去了 就做好了部署 做好了聯絡 各種安排 凌晨開始因為最近我的身體 一連串的疲憊 蠟燭好幾頭燒 也頂不住了 我就請主任秘書 業務部經理陪著市場 韓國瑜表示有告知北市府 前一晚自己就睡在第一果菜市場的 北農宿舍 有情況隨時指揮 但這樣並不見面 也讓人懷疑 是不是為了爭取國民黨主席大位 避免受到影響 切割柯文哲 我只是想通了 我現在就開始把自己當自己 就是讓我就可以自在 不會啦 不會啦 我是很縮練 柯文哲民調不斷創新低 就連說話風格也變保守 但最近趕回當初的大炮作風 先是在電台節目爆料賴清德 18號事成雙層觀光巴士時 說出請看右邊有法輪功 這番語帶嘲諷的玩笑引來議論 是不是說早上去還真的比較冷清 太好了 是不是話講太快又失言 柯文哲幕僚急著把老闆拉走 免得話越說越錯 記者林興建周視頻台北報導 12月28日起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讓愛飛揚